好 我们看到现在厂商玩很大 最主要是因为景气不好 所以我们也看到台湾人民的痛苦指数 那么是持续飙高 所以舒压的手机小游戏 在不景气当中可以说越来越夯了 有的能够是客制化 把机车同时变成这个沙包 让你有挥拳发泄 还有的小游戏可以买足背后偷袭主的欲望 不过最著名的应该就是愤怒鸟了 上市到现在下载超过5亿次 迄今高达360亿台币 大力锤 使劲捏再给它砸下去 想要这样用力砸下去 去怕办公室里的老板知道 所以现在很多上班族 干脆拿手机来当舒压的工具 拿起手机拍下办公室里讨厌的同事 接下来就是寻写不满的时候 游戏会像还能客制化 左圈右拳一拳拳用力打到 身边的同事比起连种好快活 另一款小游戏甚至可以拿起手机 订书机甚至奶油派用力砸 满足背后偷袭的欲望 有可能被客户干狗的时候会玩一下吧 就回去的路上觉得 刚好有空的时候会玩一下这样 对啊对啊 你具有抒压的时候 当然当然有啊 这类的这种游戏 其实都是一些 比较不用花时间去研究啊这样 就可以轻松破关了 台湾人民痛苦指数最高 输压的手机游戏也在不景气中 你是鬼 像是愤怒鸟 还有我切我切我切切切的水果忍者 以及打发时间的纵向孤等 常是游戏榜里的常客 现在更出现游戏小猪 来帮上班族宣洩痛苦指数 不过输压归输压 信心中可别争的一气之下 肉炒老板砸下去哦 东森财经新闻 黄清明成汤台报导 感谢大家 额颜雄吸手 共创美好的 感谢大家